好,大家好,講股,炒股不要炒市了 因為恆指其實都沒什麼上,沒什麼下 上不了,跌不了的 股票反而消息面就多些,興奮少少 以今天為例,錢就走去那些車股 因為那個汽車的銷售市場預期五月都不是好 出了來,都叫好一點點就好看少少 那些汽車股就升了一層 尤其是電動車,比亞迪就升到200元樓上 最主要都是因為傳聞就說 蘋果就找他和寧德時代搞那個汽車電池 那這些其實都,我覺得都不是什麼特別的消息 因為這個地球上面,如果一間車廠是搞電動車的話 要做電池,一定會找到這兩間下手的 所以就不是什麼特別的消息 但是出了來之後,股價都會反應 可以顯示到其實市場,現在大家都缺乏方向 又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焦點 有些傳聞走出來的話,反而對股價真的有些幫助 所以就循循這個方向來做 看來六月份都會靜一點點 看看有什麼消息呢,做一些快手快腳的 快上快落,現在股票一定要做 目標價不要推到那麼高 指示價就拉緊一點點 那麼新經濟股就開始調一調頭走 因為之前都,尤其是3690 美團都出了業績之後 炒了一陣之後都無以為計 所以新經濟股暫時就放在一邊先 炒一炒一些二、三線的一些主題股 譬如是車,或者是一些五支設備 甚至乎是電池,這些都有一些炒作的空間 更新的回合